金尖火山裡面 金尖火開的仔細是藍藍藍藍藍 頭寫金尖火開 一般來說是在歷秋以後 大約要需要拔國火作用 才會漸漸鎮日先開去 這時不可以欣賞到金尖火害你也不用失望 因為頭寫金尖火要警察處理的體驗行程 一大天來自歐洲的外國遊客 由外國無安排來跟頭寫多分地 體驗一集農夫的行程 農民特別安排他們DIY包水餃 他們包的水餃不是普通的水餃 是農民跟食品入口合作 最近才能發出來的菜色水餃 水餃皮有黃色有力色也有甘味色 裡面是金尖鎮金尖火也有菜櫃 您看到的這些水餃皮有黃色跟橘色 還有綠色白色 那黃色的部分我們用的是天然的南瓜汁去做的 那像這個橘色的部分就是用紅蘿蔔汁 那這個綠色的部分就採用菠菜汁 跟在地合作就有美人心 還有香菇 還有絲瓜 我們的堅持就是比較健康跟天然的這樣子 很清爽 味道非常清爽 口味呢 口味 很特殊 就是清爽有那個青草的味道 就是脆脆的對啊 脆脆的然後很多汁 喜歡吃嗎 喜歡 老明表示 金尖火期每年只有一次 大約一個月到兩個月 不過金尖鎮卻是一年輸過都有 他們希望能做多元的三個風貌 提供讓UK不一樣的路有趣 希望形成一個 滿不錯的一個 深度的農村生態旅遊 跟農村文化旅遊 不只是欣賞花跟風景 還能品嘗美味 也促進在地的農產品的再提升這樣 其實農民將金尖火 貼向都元方向發展 大來不只有觀光效益 所開發的菜式水餃 要可愛的金尖火工藝紀念品 都是由社區芙蕃台工製造 也創造了社區芙蕃的就業機會 這是自己興趣啦 然後就是來到台灣一個陌生的地方 然後可以有一個自己的興趣 就很開心 然後也可以幫忙家裡的收入這樣子 每年的金尖火火旗 湯蕃台總是起飲無所UK注文 農民表示 希望金尖火山藝結合美食 跟農村體驗平庭 創造一年輸過湯蕃台 都可以起飲UK注文的觀光和山藝好約 繼續王朝聖 蔡宏報道